故事一 小公主喜欢小木匠 小公主喜欢上了小木匠 小木匠认真的在为小公主打造梳妆台 小公主拖着腮趴在旁边 眼睛里都是小星星 小木匠把梳妆台做完了 小公主不舍得小木匠走 小公主说 可以让梳妆台上有一颗粉红的心吗 我还想要一个双层的首饰盒 还有还有 你能给我做一个木头的小兔子吗 小木匠点了点头 小木匠叮叮当当的做了一个呆呆的小兔子 又叮叮当当的做了一个双层的首饰盒 小木匠把小兔子和首饰盒递给了小公主 小公主抱着小兔子 又摸了摸首饰盒 他说 你还没有给我做一颗粉红的小心呢 小木匠撇了撇嘴说 我的心已经给了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心呢 小公主 眨眨眼 你什么时候把心给我了 在你给我星星的时候 故事二 爱吃樱桃的小王子 小王子喜欢吃樱桃 王国里种了许多樱桃树 樱桃树里住着樱桃小妖 小王子盼着樱桃树春天发芽 盼着樱桃树开花 盼着樱桃树结出红红甜甜的果子 可是樱桃树迟迟不结果子 小王子很郁闷 樱桃小妖突然从树里跳出来 对小王子说 你亲亲我 亲亲我 樱桃就出来了 小王子嘴巴嘟嘟的 亲了樱桃小妖一口 樱桃小妖羞红了脸 樱桃树瞬间 结满了羞红脸蛋的小樱桃 小王子又嘟着嘴巴 亲了樱桃小妖 红脸蛋的小樱桃 变成了红脸蛋的大樱桃 小王子又把嘴巴 嘟了起来 樱桃小妖红着脸说 樱桃已经够大了 别再亲了 小王子眨了眨眼睛说 可是你比樱桃还要甜